目前全球唯一的一座六四纪念馆 26号在香港九龙尖沙嘴正式开幕 有多位香港民主人士表示 设立六四纪念馆是希望能保存历史 唤起反对中共暴政的集体良知 支联会主席李卓仁 副主席麦海华 以及多位曾见证八九名运的香港嘉宾 在开幕仪式上 一起撕碎人民日报将学运定性为 动乱的四六社论影印本 作为开馆仪式 1989年4月26号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前改革派领导人 胡耀邦逝世而引发的学生运动 定性为反革命动乱 从而激化了政府和人民的矛盾 并导致了八九民主运动 后来演变成了六四惨案 香港六四纪念馆 特地选在25年后的这一天 正式对民众开放参观 香港有过去一个自由港 一直到回归到中共的体制内之后 香港逐渐地沦散为中共的殖民地 香港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 它的法治和民主这样的精神 它再也不是亚洲的一个旗帜 张建认为六四纪念馆开馆的这一天 就是标志在这一个时间点上 对中共政权说不 有50家世界各地的媒体 近百记者采访了六四纪念馆 包括路透社 半岛电视台等 纪念馆下午开放三小时 众多参观者排起了长队 等待入馆参观 不仅有香港人 也有从中国大陆来的 90后大学生 不过有十多名 亲北京政府的团体人士 在附近抗议 永久六四博物馆的筹建者 是叛徒 并摆设街板展览 还一度对参观纪念馆的市民指骂 张建表示 六四后对中共最坚定 和最勇敢的反抗团体 就是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团体 他们弘扬真善忍 用这种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 来去和中共长一年来做斗争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来说 真正的中国人的脊梁 民族的骄傲 就是应该是这些大法的弟子们 4月25号 是法轮功和平上访 反迫害的第一个日子 张建指出 把六四纪念馆开幕日 定在法轮功425 15周年纪念日后的这一天 也许是天意 是天上从另一方面 对大法的支持 新唐记者朱志善 宋风 萧宇综合报导